台東地區封長宇宙 接下來雨勢會越晚越明顯 小選颱風來勢洶洶 但移動速度卻非常緩慢 目前還是屬於中台等級 以每小時13公里速度 持續朝西北溪行進 4號上午9點左右 暴風圈已經觸入 接下來預計4號到6號 會更接近台灣 目前預估中心觸入時間 也還不確定 最接近我們依舊是 從今天一直到星期五 影響降雨明顯的時間 也依舊是在今天 到明天 那當然到星期五的時候 降雨漸漸減緩 但是要看颱風離開速度而定 東半部要小心劇烈降雨 以及接近十級風半徑 區域的強風區 除了小雪颱風移動速度緩慢 除了北台灣要留意雨區擴大 花東地區逐漸有雲氣移入 花東下午晚間降雨 會越來越明顯 週三晚間到週四清晨 則是接力南部降雨 週四整天東台灣降雨 會更加明顯 氣象局目前發布豪雨特報 提醒大家 今天在金融北海岸地區 宜蘭地區 還有新北地區 以及台北山區 桃園山區 會下局部性的大雨 西半部地區已經開始起風 沿海陸地 普遍刮起8到9級強陣風 局部地區更達10級 越晚風力越明顯 各地有沒有機會放颱風假 目前台東花蓮 屏東高雄 台南澎湖 星期四放假機會可能會最高